今天我们来报告 净空老法师对于 践踏色美起信师之这一段的开示 第一点老法师说 在这个社会上贪图名闻利养 财色名十岁 他说这个都是小利益 他说纵使你得到这些利益 你身心还是不安 你生活在什么 在苦难当中 在恐惧里面 他说你得不赏失 你所得到的只有十分之一 失掉是十分之九 所以古代人告诉你说 你忍受十分之一 你所得到的幸福是十分之九 那现在就是意思说 你忍受这个淫逸的心 忍下来 你所得到的福报是十分七八 而这个东西是人力可以去把它控制的 所以世间人你想要做到十前十美 是不可能的 人如果不读圣贤书 不知道圣贤的道理 不知道圣贤的大道 不知道活菩萨 是世间最究竟圆满的智慧的教会 你就会把这些活菩萨 是世间最究竟的 最圆满这个智慧的教会 你把它当成迷信 你看着落后 你看着认为这些教会 都不活乎时代 不活乎时宜 老法师说 其实古代的社会 他们讲的道德伦理 他们讲的规换 虽然那个时候 不是我们现在讲的这个名字叫专制 那个时候是古圣先王的制度跟典章 他有一个规换的 现代人把它认为是不合时宜 认为是专制 认为是独裁 但是反过来讲 我们现代人所立的法力 我们现在所定的规章 又有几个人肯遵守呢 还不是一样犯罪 我们认为现在法力已经很桌前了 法力定的规范已经很绵密了 但是为什么现在患罪很层次不穷 为什么现在的监力都客满了 你看惠利斌 惠利斌现在这个总统 一上证以后就用不是法力的手段 杀死的毒贩 吸毒的人犯 大概六七千人 甚至监力都容纳不下了 关不了太多了 那你从这一点来看 法力 说现在的法力来规换 所制定的这些规章 算是很先进的吧 是民主的吧 是何无科学的吧 但是没有用 它所说的效果 跟古代社会 两个一比照一对照 相差的距离太大了 为什么古代法力 没有规定那么多 只是古圣先王 他们制定的一些制度跟典章 我们讲五轮实义 我们讲伦理道德英国 城隍庙 祠堂 孔庙 古代这些传统的 传统的中华传统的 道理 为什么可以维系这么久呢 为什么社会那么相互 现在的社会 为什么这么混乱呢 问题到底出在什么地方 老法寺说 古伦所说的一句话 现代人不读圣贤书 是过啊 问题出在这里啦 现代人不读圣贤的书 就产生今天这个现状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老法寺说 在注解里面 引用佛经里面的一段话 说得很好 佛言人以世间 不患他人妇女 心不恋邪辟 从事得无善 他说 五战里面不恋邪的戒 十善里面的不杀生 不托到不邪引 佛讲 五种善果 第一种 就是说 你能够遵守 五戒里面的不邪引 还有十善里面的不杀生 不托到不邪引 你能够锁住这三条 还有不邪引这个戒 你可以得到五种善果 第一 你可以保住你的财富 不自己撕掉 每一个人都不希望破财 如果你不换邪引 你就可以保住你的财富 你的福报 这是第一个 第二种 你所本分 所规矩 你不怕陷关 从前陷关内 是管司法的 像现代的刑警 像现在的刑警 你不会怕他们的 你不换法 所以你不怕陷关 那话又讲回来 你如果能够不邪引 不杀生 不托到 你就不要担心公安 你不要怕警察 就是第二种 第三种 你不怕人 你不为人 你的心内 是正大光明 没有做过 见不得人的事 这是世间的善 我们讲的是花报 他没有学佛 他没有求生净土 果报在人天 这是第三种 就是说 你不必不为人 你心正大光明 那将来有机会 就是升天 第四种 就是升天 就是佛说 将来可以升天上 天上 遇你来做父 第五种 从天上下来 下生人间 都端正父 都是端正的父人 佛讲的这五种 就是你不学义 可以得到这五种 果报 一 保住财富 第二个 不怕陷官 第三个 不怕人 第四个 升天上 第五个 到人间来 都是 端正的父人 佛讲的这五种 果报 三种 是现世人间的福报 两种 是将来时候 升天 享天 在这五种 是现世人间的福报 佛又说了 如果你在人以世间盈利 换他人妇女 从事得五恶 他说你破戒作恶 你也得五种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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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你破戒作恶 第一种 第一种 家庭不合 就是家世不合 素往钱财 你的钱财财 财产会流失 一家会不合 老法师说 这个果报 很可怕 俗话讲 家和万世新 家不合 这一家必定败亡 他说 现在这个社会 换这种故事的 闹婚变 离婚的 离婚率高 离婚 就是家庭 就散掉了 离婚 对恶女 是最严重的伤害 严重的打击 这个罪过 获报 就不得了 他说现在这个社会 没有人讲这个道理 这是第一种 家庭不合 第二 怕陷官 未陷官 常以垂涨 从事 现在表面上 好像是看不见了 以前犯这法 一定要受法律的处分 要坐牢 要监禁 要处罚 现在这个 跟古时候 法律不相同 第三种 第三的果报 是自欺欺人 身心不安 所以 老法师说 换这个邪影 我们在 《无量寿经》 《黄念所记》的注决里面 看《无量寿经》的经文 又其名集 记载神明 央旧牵连 无从舍离 就是在 延网的登记簿上 早就有名字 神明那里 也都有 要受报 央旧牵连 无从舍离 这个罪报 牵连着他 是没有办法舍离的 者能够跟着夜报走 就像延武一样